7月25日著名监职丘梨宽携带黄晓明 许二轩杨静华出席电影《马德2号记者会》 不知道是天气太过炎热 还是女神现在也越来越不知小节 许二轩抬手时就不慎露出性感腰部 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作为内地第一小生 黄晓明却甘愿在这部戏中为小朋友配戏 不仅零片酬出演 更刺激出资做出品人 全力支持甘姐姐丘梨宽 当之无愧的中国好弟弟 我最初的原因是因为宽姐邀约 那我觉得帮我 很热情的邀约吗 甘姐姐当然是要两类查方的 非常非常热情 第一次出演亲子奇才影片 并为结婚的王晓明被手上问到 如何演出一个爸爸角色 晓明轻易转化话题 却被同志同时问到结婚问题相当尴尬 当场紧张到汗如雨下 其实晓明他也没有结过婚 我们今天可以问晓明如何演好一个爸爸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假亲就熟了 没有啦 就是看别人就可以了 会很急切想结婚吗 有没有 有大家想知道会很急切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有啦我跟你说我们是专业的演员 我们就是说多观察 除了宣传话题率显尴尬 黄晓明的另一评审事业恐怕也已陷入尴尬局面 近日广电总局针对歌唱类选秀节目的扎堆播出出台了现唱令 作为梦之声的导师 黄晓明表示自己对于节目没有说话的权利 会尊重节目组的安排 我觉得其实每个节目跟每个节目它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安排 那作为评审来说是得尊重节目组的安排 所以我们能够去说话的范围仅限于在评选的过程中对选手的 其他的都没有办法 看到小明紧紧有条的回答 看来他即使身在台湾 是依然没有离开梦之声的舞台啊